繼續來看臺灣中部尚階勝大尚階 入列在六港競端用瓦洞 5號再起時 在六港兩山時 起行到兩翁出電的意識 幾球整個瓦洞可以完完順利 六港兩翁坐 原住青條時代 六港去面幾球獵魚的冰案 目前全臺灣在五日坐基盤 過兩順的比賽 只有六港有在基盤 兩翁坐 他們請兩山時來兩翁進行出選 準備要在五月十二號 五親在東角 起行兩順流水點進意識 今天是我們的鼓勵三月二七 我們請兩山時兩翁出來 出電的日子 因為要有出電日子後 我們後禮拜 就是我們的國立的母親節 五月十二號要沾龍山時基盤 這個龍翁坐 你們大家有看到說 我手來今年拿這個香包 一個是神農達踏 表示說群農鮮銳 我們今年龍翁坐 要沾龍山時來基盤 圓農我們都會來噴這個香包 這個今年這個龍 是根據我們這個龍山時的龍翁 這個形狀下去燒的 所以說今年又是農年 所以說今年的這個香包 真的 經過我們觀世音菩薩 還有我們的靈魂的加持 我相信一定會保備我們這裡 所有我們這裡的民眾 提到的民眾 都說群農鮮銳 讓大家有一個好的吉祥 當然龍翁寺 最老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龍山時 一直到我們的馬祖經 一直到我們的會場 揭開了我們冬五節系列活動的開始 今年我們的報名非常的踴躍 因為今年的所有的比賽的獎金提高 過去十十萬塊 今年是提高到二十五萬 所以到目前為止到今天 五月五號報名截止 我們目前的報名的隊伍 總共有一百零八隊 龍翁出燈這天 兩組委員會也來公佈 今年出孫 動甘要送給鄉親的 大作香蕉優式 加上這次兩組比賽 中間提高到二十五萬 欠百零八隊來參加 相信今年六甘慶端雍話動 一定會落來滾滾 到中下新聞林貴英 六甘彩虹報道